去維護台灣國人同胞的人權也好 我們的司法管轄權也好 或者我們跟人家訂定的條約也好 有沒有 在我看來 現在沒有請你回答 這個主委 你雖然在最後發表了聲明 現在看起來很嚴正 來 我現在問你 你說你跟張志軍談了50分鐘 對於人身安全的通報 家屬的探視 相關主管機關 組團附路 我都不提你去大陸啦 家屬可不可以去看 現在第一批 第一批 這個送到大陸的 你跟他談的結果 有沒有結果 他說他第一個 他要去通報他的相關的單位 然後會盡快的給我們答覆 盡快答覆 所以是回去研究辦理嘛 來 他至少在 至少在相關組團的部分 他已經有正面了 來 主委跟市長來 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共打跟互助協議裡面的第三章 第十二條叫做什麼 來 市長你知道是不是 那個人道探視 那個人道探視有關那個 人身自由受限制的通報 以及那個人道探視 我們退一萬步啦 今天人都被你抓去了 都以為我們也攔不下來了 我們退一萬步啦 熱線也失靈了 退一萬步現在 現在說人道探視啦 有沒有談到 我們昨天就提到了家屬的探視 提到齁 你有提到 而且他們第一時間 你有提到 那我再問你 我再問一個最卑微的請求 我再問一個最卑微的請求 中國有沒有通報我們 有 他們已經通報了 他人到了北京就通報了 對 什麼時候通報 十一號 那八號去的呢 就是八號那一批 他們飛機要飛很久的 八號那一批 十一號 他們十一號通報 十一號什麼時候通報 十一號晚上 十一號晚上 今天十三號啊 是 今天十三號啊 我們不是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過去我們一直在推動 二十四小時之內 人權 人道的探視 有任何回應嗎 在投保協議之下 是二十四小時要求通報 那這個是他們人抓到了大陸之後 然後他們經過簡單的調查程序 就通報我們 所以你現在 現在這個所有的處理到現在 就是你的熱線所要求的 都還在研究中嘛 我想第一個 他們已經 是不是這樣 他們已經正面的說 歡迎我們要組團過去的事情 時間還沒有敲定 來 這個你要講清楚喔 他已經在熱線裡面 不是在熱線裡面 他們有一個正式的書面說 有關你們這個派人來的事情 我們願意在共打這個協議 框架下 這個進行溝通 你這書面可不可以提供給我 我等一下可以給委員看一下 那個 現在他已經同意說我們可以組團 歡迎我們去 歡迎我們 歡迎誰去 歡迎我們組團去 歡迎我們組團去 包括我們的 我們的陸委會法務部或者是 或者是家屬的律師或者家屬 我們講得很清楚是由陸委會 法務部 刑事警察局 海基會 就這四個當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 那家屬呢 家屬部門我們也提出來了 這個要另案再處理 那律師探視呢 我想這是一併的 跟家屬的 都一併的 其實這是亡羊補牢嘛 亡羊補牢嘛 好 這個 這個主委 我其實整理了 已經到 已經到最後了 我其實整理了我們 我們過去 這個陸委會 曾經也 也自己宣傳 也包括刑事局 也自己宣傳說 這個施政的績效 這個績效 也就是電信犯罪 電信犯罪這幾年來 他的受害 在台灣是減低 也自己宣傳這樣的一個績效 我要強調的是 我要強調的是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案子 其實他再清楚不過了 你政府之間的橫向聯繫 這個對於 對於這個事情發生的 這個未雨綢繆也好 這個相關的準備也好 在肯亞 第一方 第一個時間的努力也好 或者是說對我們雙方協議 的堅持也好 坦白講我看一關過一關 什麼叫一關過一關 就是幾乎是 幾乎是不設防 就是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動作太慢 都太慢了 我想在剛剛您舉的這些案子裡面 我們都是雙方有很好的合作 大家共同偵查 後來共同來逮捕 然後 然後 你這個熱線 我真的是忍不住要再講 熱線是什麼 熱線是解決危機 有一個可信賴的溝通的 避免誤解 避免misunderstanding對不對 是 避免誤解 結果我看你的四次熱線 第一個 談貨帽 護色辦事處 陸生來台 這個是應該是routine routine在談的嘛 是因為我們 第一個開通 第一個是開通 第一個是開通 我現在幫你講嘛 第一個熱線開通 你也沒有緊急事情可談 我們可以理解 你開始總而第一次總是要溝通一次 第二次你談的是貨帽路客中轉 這在過年前 因為這是在馬錫會之後 我們希望做到的一些事情 那在這個雙方的溝通當中 也許還沒有實現 所以我們儘快 主委 如果你的熱線 我不反對啦 如果你熱線 我們現在所有的疑難雜症 我們杜克中轉 談那麼久沒辦法處理 你的熱線去談 但是除了這個震災 大概是對方打過來的吧 是 三次裡面 四次裡面只有一次是對方打過來的吧 第一次也是對方打來的 第一次也是對方打過來 好 一半一半 好 那震災人家關心 這是好事 對不對 但是後面 坦白講 後面打不打有重要嗎 坦白講我認為 我們昨天對對方要求這些我覺得很重要 我認為你這些都不是雙方的誤解或者是危機的解決啦 甘比亞你解決了什麼 你們後來雙方不歡而散了嘛 甘比亞這一次 你昨天談了一個熱線 其實幾乎 幾乎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 如果昨天沒有談的話 說不定 你還是必須 你還是必須要去譴責 你這個已經不需要你的熱線了 坦白講我覺得中國也不太聰明 這個熱線啊 在用了四次之後 就讓台灣的人民知道說這個熱線 其實是 就是 撩背一格 真的不聰明 真的不聰明 這個熱線在 使用四次之後 第一個他沒辦法化解 雙方的誤會 第二個對危機的處理 緩不濟集 第三 還可以不接 還可以這個 塞派 塞勝地 這個叫熱線 如果一個電話就可以把所有問題解決的話 當然不是 主委 我們是把問題都很科技 你不要 我沒有講一個電話就要解決 主委 我從頭到尾都非常的客氣 我在釐清這些事情而已 所以我是跟你委員報告啊 這些 這些事情 同樣的未來是民進黨政府 嚴峻的挑戰 我都知道 但是我要告訴你 你的熱線跟我們大家理解的熱線 已經 差得非常遠 這個熱線 差不多 差不多在你們 用了互通兩次之後 已經要宣告 變成 是要變成冷線 還是變成 這個 局限 完完全全都限制住了 如果委員問我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還是有作用的 你已經不是熱線了 好 那接下來賴瑞隆委員 這個賴瑞隆委員 結束之後 我們是不是休息十分鐘 好不好 謝主席 請那個夏主委 還有林董市長 還有侯次長 跟陳市長 都請上來 委員長 主委長 各位早 辛苦了 主委想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案子其實依照我們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跟司法互助協議 其實過去都是這樣子來處理的嘛 這個是在第三地發生的話 我們是在一百年 民國一百年七月以後 才有這樣一個默契 都採這樣 那再說這一次應該也是可以採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本來預期是這樣子處理 那後來沒有採用這樣 所以這個陸委會的看法是採用這樣的方式處理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陳市長 你同意那個主委這樣的看法嗎 我們認為就是說 在第三地醫院涉及國人的話